天气炎热用电量大增 以14号台电公布的电力资讯图来看 用电量来到了3875.8万千瓦 使用率高达92% 供电亮起了黄灯吃紧灯号 台电上紧发条 在民众的优先选项当中 认为应该优先提高它的占比的 分别就是核能跟再生能源 起司民本基金会公布一份 有效让本1096份的脸书问卷 针对能源还有电价 所做的一份调查结果 有高达6成2的民众 对蔡政府处理能源的施政 表达不满意 整个执政党目前给民众的感觉 就是选举高一切 这个政治高一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呼吁选民 用选票来反应吧 张启臣表示 政府可以考虑跟美国合作 针对新一代核能的使用 而不是只谈武器的买卖 而另外有7成1的民众 对政府稳定供电 没有信心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有近5成的民众认为 核能发电占比要提升 依序才是再生能源占了4成 这也显见国人 对于核能发电有别以往 但如果要淘汰 依序为火力 核能接着才是再生能源 这也显见再生能源 是最受到民众信赖的 我们国家发展核电 其实超过40年 那么40年来 这三座核电厂 六座发电机组 运作40年来 也一项成绩 也是十分的优秀 张继位董事长 黄怡腾表示 核能对台湾来说 恐怕是目前 最稳定的能源来源 另外他也提到 这一波电价 涨的是用电大户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 恐怕要承担的是 成本转价的风险 黄怡腾表示 电价不管涨到谁 都会冲击到消费市场 市民生活大受影响 等于被扒了两层皮 能源配置议题 攸关着小老百姓的生活 而目前电费调涨已成定局 后续的能源配置 能不能修正民调的数据 就看政府愿不愿意 请听民意了 人机会是张艺成正宗 台北参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